我看了我看了 这人可真命不少 完全不让走了 直接掉头 回去的 可快可快 看 九三不去死了 又位 家里又直接就轰轰 长安静 冲上去了 我真服了 老板突然跑路了 让我们现在下班 现在是 我看一下 现在是三点 周一 三点十三 让我们下班 你看看 大家都在讨论 这怎么办 我两栋楼一千多人的公司突然倒闭了 是的 这就是我上班的公司 我失业了 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今天突然把我们叫到办公室 拉外跑路了 我在外面就是搞那个 金融亏了62个亿 总结下来就是没有工资 没有报销 还有同志今天还在外面出差的 更有上午刚录职的 大家有理东西的 投简历的 打游戏的 玩桌球的 谋球出路的 甚至还有 美国外卖订单 清晰时处理 您有新的美国外卖订单 清晰时处理 你看这个刀还用贴链子扇着呢 这个是打的马 这个是打的马 这是打的马 你看这个刀还用贴链子扇着呢 打的马 这个是打的马 这是打的马 哈哈 尊敬的济南市公安局驻局级简组领导 跟济南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领导您好 我实名举报山东省济南市张秋区双山第一派出所所长张永胡 在2024年5月24号期间 我对象举报了一个涉皇场所 派出所不明 所以扣押我对象手机 我第一时间拨打派出所电话 并联系警员 警员告知我第二天可以领取手机 于是我们第二天来派出所 正好遇到了所长 所长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情 我与所长说了这些事情以后 所长告诉我取不了手机 我说为什么 我说有没有文件证明 可以证明我们手机扣押在派出所里 然后所长跟我说了一句 不需要什么证明 他就是法 我很气愤 于是掏出手机记录 派出所 所长指使民警 抢夺我的手机 推丧 我导致我跌落台阶 并导致我左脚踝受伤 事后 派出所所有全体民警 副所长 所长都不接我们电话 恳请领导 给予我们彻查 来 不要拍摄 多点拍摄 多点拍摄 请领导臂 不论 哦 不论 哇 尽快点 我